華裔居民眾多的阿罕布拉市近來 隨著城市發展 陸續興建不少駐商混合建築 現有的管制噪音法規 因為不適用於這類新型建築 在社區引發爭議 阿市市府因此從兩年起 就著手修改城市的噪音條例 特別針對駐商混合建築 制定新的管制噪音標準 目前新法一讀已經通過 下星期在市議會的二讀 預計也將順利過關 過去十年阿市Main Street 在Atlantic Boulevard 與Garfield Avenue之間的城中區 發展日新月議 除了新的影院 餐廳 酒吧等 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大型的商住混合建築 也紛紛拔地而起 這才豐富了該市的 娛樂文化生活之餘 也引來反彈聲浪 從2010年1月起 市警局就陸續收到舉報 有居民抱怨說 城中區商家的噪音 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 因此從當年起 市府便聘請一家諮詢公司 幫助解決這一問題 在進行實地考察後 諮詢公司建議市府 對現有的噪音條例進行修改 居民有時候住在這個區域裡面 他可能感覺到 我們商家的聲音可能會比較大 那麼當然他首先會跟我們的警察局 作為一個投訴 那麼警察會到外面去看一下 到底是怎麼樣 以前因為是沒有一個正式的規範 那不好界定說到底是 這屬於是商業區還是住宅區 因為以前只有商業區和住宅區 那麼現在我們就是把它分開來 做一個規範 這個區域屬於這個叫做 Mix Use的這個混合區域來處理 阿市現有的噪音條例中 三個分區分別為居民區 商業區 工業區 新的噪音條例則用商住混合區 Mix Use取代工業區 噪音上限標準分別為 居民區55分貝 商業區70分貝 商住混合區則是介於中間的60分貝 新標準與時俱進 更有利於市警局的執法工作 阿市的城市噪音新法一讀已經順利通過 下週將在市議會進行二讀 預計也將順利過關 18台新聞阿市採訪報導